這題是值得注意的 包括他的被打擊率 偏高到達了2.82 第一個好球在外角 除了在場上 除了被打擊率那個以外 另外還有就是在 雖然是左投手 但是被對方抓到他的投球動作比較大 倒壘這個問題 你要想辦法解決 安打 還會是一次二 長打耶 張智瑤 要進去不會 不會了啦 左邊的 這個是要 大家捨不得他退休嗎 還這麼能打 剛剛講霸凌決戰 今年最大的問題他的被打擊率是偏高的 2.82 對於一個職棒生涯第999場出散的 張智瑤 這個球被打到了左中之間的gap 這個也給這些年輕的球員來示範一下 其實富邦今年當然除了他像王聖偉也是 這些老將真的是老妖怪 而且他的跑壘非常的積極 一看這個位置 他過去也是外野手 所以很清楚的知道 那這支安打呢 也讓他現在是功成身退了 完成了他生涯的第999的出賽 那現在換上的是存在